来咱们继续 那上午咱们是不是简单把这个锁 咱们是把这个GL就说了一下对不对 那这个GL到底它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影响 咱们随着这个代码然后咱们再继续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需求 什么呢 咱们来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现在想开100个县城 OK吗100个县城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要对一个数字做一个雷加或者雷减的操作 能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数字 number 好吧 我让它等于100 我现在做一个雷减的工作 我想把它变成0 我得减几次 每一次如果减1的话一共得减几次 如果我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对这个 对这个number进行一个雷减 也就是说 怎么雷减啊 sub写一个什么呀 global一下这个number 然后咱们写个什么呀 什么number让它减等于1就行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执行一次这个number是不是就少一个数 一共执行100次它是不是就变成0了 好 那这件事情咱们调用100次sub 可不可以办到 可以 调用100次sub是可以办到这件事情的 但是 我现在 能不能开100个县城来做这件事情呢 能评论我们意思吗大家 我想想把100变成0啊 那就一个函数sub 它的任务只能减1 我是不是得做140 140 我就不让它并行了走 我就不让它那个串行了 快要并发执行 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写 猪日春到了吗 来你说一下怎么写的嘛 开100个县城 先导入模块 然后呢 写个什么呀 写个循环是吧 Fall 什么 Fall in 什么 Range 100 然后呢 创建线程 Thriding点 Thride 然后呢 这100个县城要执行谁呀 是不是sub呀 怎么写 Target 等于sub 然后呢 有参数吗 是没有啊 没有参数不写了 然后呢 负给变量吧 负多少 T 行不行 然后呢 T点start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照案等结果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照案等结果就行了 咱们如果想照案的话是不是得用个一个列表来把它加起来 L等于一个列表 然后你创建一个对象T的时候然后就把它加进来对不对 怎么写啊 L点 Pen的谁 是不是T呀 这列表里面现在是不是有所有的显成对象了 然后 Fall T In 谁 是不是Inl 然后怎么写 你要干嘛是不是 T点 Join 在这里让它等着 等着主线程对不对 让主线程在这里不要去继续执行 然后最后打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Number 答应一下谁 Number 是不是答应Number 懂这个意思吗大家 我最后是不是想看Number Number应该等于几 Number是不是应该等于0啊 好 没问题吧大家 什么 上面的I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结果运营出来是不是0 大家考虑 是不是0 我现在是不是每次每个县程在给他减1啊 因为有几个有几个县程在执行这个操作 是100个县程在同时做 最后结果应该是几 是0吗 是0吗 是0吧 没问题好像啊 10万就变了是吗 为什么 村长为什么 这改成10万就变了 是吗 是吗 我给你改成10万行不行啊 这是10万了吗 那我认识改10万 你不废话吗 你改成10万他肯定有变啊 你改101他也变啊 对 你用不着改成10万 你这改成什么呀 你改101什么就变了 这不就变了吗 村长你竟说大实话呢 这改个数肯定变啊 OK吧大家 没问题啊 是没问题吧 我给你们改个有问题的 我这个操作是不是在执行什么呀 是不是在减1呀 好 问大家啊 这个我该注意 我写什么呢 哇 让number 等于个变量 叫temp OK吗 哦哦 怎么写法了 temp等于number type等于number 然后呢 让number 再等于 temp-1 我问大家 这个操作跟刚才有区别吗 有区别没有 首先number如果等100的话 他先把这个100给这个变量 然后再把这个100-1得到99 重新付给number number是不是少了个1呀 最后你的结果 这个sup是不是完成的 也是个-1的操作 没问题吧大家 那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 也是0是吧 那好了 的确是 那大家看啊 我在这里边再加点东西 在这里加一个时间 time.sleep 来个0.0001秒钟 这个时间是不是很短 好 问大家 这时候结果变不变 这结果变不变呢 变不变啊 怎么想的怎么说 变不变 小鸭 小鸭 小鸭会变吗 会 变不变 思考一下 不着急看结果 加个时间跟不加时间有区别吗 江西亚 前面的那个同学叫什么 什么 叫什么大点人没听见 写后坑是吧 会变吗 应该不会变是吧 站着那哥们先在那个 站着那哥们先在那个 对 对 对 不是 对 会变是吧 你说一下 他为什么会变 再说一下为什么会变 有个阻塞 同时修改这个碳碳 OK 那你觉得结果应该是多少 结果是多少 可能大于零啊 对你说的对 结果肯定会大于零 OK说的对说的对啊 没问题啊 大家来看 这个结果 应该 是个大于零的数 那是八九十八了 那是八九十八了 我还夹着转了是吗 跟转有什么关系 跟转没关系啊 时间可能短了 大家看 是九十八现在是不是啊 这个时间又有点大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别的不知道 我要设成一秒 这答案肯定是多少 我设一肯定答案是九十九 我设一的最后答案肯定是九十九 但是你要设别的的话 我跟你说啊 你要设一个零点零一 这个时候不好说了 因为啊 有些东西你就判断不了了 这不是你能判断的了 那样零一应该也就是八十多 你看八十六是不是 八十三了吧 是每次在变啊 八十五对不对 什么 什么玩意 好 大家来看吧 这 就是咱们 以后学多线程 无论在哪个地方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OK吗 数据安全问题 也是同步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分析 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怎么我发了100个线程之后 我想要的结果应该是几 我想要的是零 对不对 我想要的是零 结果给我出来个几啊 我出了八十多 你说按理说他这个应该啊 其实这个是不是太多 应该是有个零一的那种才好 零 对他这个他这个就是什么 看不出来这个效果 那就那就这样 就是为什么我加个时间之后 他就变了呢 我不加时间没事呢 怎么回事啊同志们 什么 Io什么 来 我们分析一下啊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里加了time.sleep,跟没加,它们区别就是整个操作的时间不一样 对不对,大家说,之前NUM减等于1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吗 那是因为它太快了,这个操作指令太短了,它达不到那个轮巡的时间 没有吗,你如果不发生轮巡,整个事情没有任何问题 看着啊,比如说,咱们有100个人,OK吗,100个人每个人都想对一个数据减一个1 那,如果是你减完一下,然后它再减,它再减,这样虽然说很快,但是大家是不是有相当于一个有序的状态 最后减到结果是不是肯定是0啊,可问题是,大家考虑啊 再考虑,如果,对吧,他们两个,上我这拿这个数据来,拿我这个100来 懂吗,他们拿这个100,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看着啊,你拿呢,如果是他,杨健是吧 杨健如果想想从这拿100去减个1,他首先的前提是干嘛,是不是先取到这个NUMBER 对不对,大家,他首先拿到这个NUMBER,然后再对这个NUMBER减1,重新复值 整个过程是不是完成这么几个操作啊,对不对 但他过,问题是这三步,大家想,他过来拿NUMBER,拿NUMBER,然后他取走减1 如果重新复成99,如果完事儿了,赖英是吧,他再过来去取,取到这个NUMBER是99 他再去减,减1,重新复值,变成98,然后谁啊,郑文也过来拿,从98开始拿,再减变97 整个过程快速的那么进行下去,有问题吗,有问题没有,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那这种没有问题的情况,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的这个处理速度足够快 你杨健上我这拿这个NUMBER,到你处理完,重新复完值,这个过程得足够快 得比谁快 得比你这个时间轮巡快 什么叫时间轮巡 就是杨健到我这儿,他处理完了之后,我说了每过一小段时间,是不是就不处理他了 是不是就该换赖英了,赖英完了是不是到沈正文啊 是不是这样,一次进行,我不可能一直处理你杨健啊,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考虑啊,如果你处理这个步骤,如果步骤过长的话 也就是说我给你中间加上time.sleep,等于0.00,加大一点啊 如果我给你处理的这个时间,0.01秒中间,中间过程,这个时间是不是非常长 对不对,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你们看着短,咱们就大一点,0.1秒,是不是够长了 这个时间肯定要比CPU轮巡的那时间长 是不是,时间片再慢,他也不可能比这个慢 那,看着,杨健现在再上我这拿这个数据来,大家说,他上我这拿,看这个第一个操作 是不是他首先取了一个number,是不是复给变量叫time 好,我问大家,他现在做完这一步操作之后,他还来得及做下边这一步操作吗 我CPU不可能一直等你处理完 懂吗,我不可能一直处理完,那我干嘛 我得切换,你这是不是有sleep啊,sleep我肯定得切换,对不对 你这么长时间,我切换给谁,我切换给赖英啊 对不对,赖英拿的数据数多少 赖英是不是也得做一个time的等于number 他拿的这个number是几 是几 是几 肯定是100,对不对 赖英拿的也是100,那这个时候赖英我问大家 他处理到这一步,能继续往下走吗 他也走不了,谁到这都得卡,对不对 大家都这个权力是一样的 你到这sleep0.1秒,你在这里sleep这么长的时间 CPU肯定得去切换到别的这个线程上去,对不对 那我现在切换到谁了 是不是下一个时证文过来了 时证文上我这拿的是不是也是100 好,我问大家 这个0.1如果足够长,咱变0.1了,我就来个最长的 如果这个1,1秒钟,1秒钟是不是足够长了 1秒钟足够长到什么地步 就是你们每个人都上我这拿完一遍之后 处理完了,你们是不是都拿到的是一个100啊 这100个线程,他们在处理第一步的时候 拿这个temp的number的时候,拿到的都是 是不是都是100 好,那现在你们这100个线程,拿到的都是100之后 总有一个人,是不是得sleep先完了呀 是不是 他sleep完了之后,我的CPU是不是该切换给他了 好,第一个人是谁过来了 杨剑,是不是杨剑先过来的 杨剑过来之后,他是不是该做下一步处理了 他拿到type是几 type是100 他拿到的,减去1之后number等于几 number等于99 他给number复了个99 对不对 这一步完成之后,是不是切换到赖英了呗 他自己也没有了,肯定切换了,对不对 到赖英这,赖英做的这一步操作是做一件什么事情 赖英拿的type等于几 也是100 他把100减1的99,是不是也复给number了 到史证文呢 是不是 对吧 是不是转一圈之后 最后你们会发现 这100个县程 原来在做一件事情 都是把谁付给谁啊 是不是都是在把99 付给number 你说最后的number能得几 是不是肯定是99 那么有慢慢代价 那为什么一开始没有 大家看,我如果把time.sleep 也别说time.sleep了 我跟你说,有时候截着器 我没法跟他说 好像3.4 3.4的话,你这不加time.sleep 你把它分解成两步 他就会有问题 但是3.5好像又没问题了 但是你来个最快的 那肯定这个是时间最快的 对不对 直接写个减等于1 别写中间变量了 我刚才写 把number付给time time-1再付给number 是不是相当于把一步拆分成两步了 我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让这个时间足够长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但如果仅从操作而言 number减等于1这一步 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你的需求了 那你如果写成number减等于1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阳界拿到这个number之后 是不是直接做一个减一操作 付给number 这个时间太快了 你懂吗 就是说他到我这来 拿到我这个number之后 他cpu 他拿到cpu全线之后做处理 做完处理number已经等于几了 已经等于99 等于说还没来得及切换 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完了 明白吗 那个时间轮循是有一段时间的 对不对 就是不是你过来的时候 我得先处理你一小下 才能换别人 对不对 那关键是他这一小下 他就已经干完了 能明白吗 大家 他干完了 那干完了之后 你说赖英再过来取到了这个number是几 赖英是不是从99开始做了 他再处理完了 是不是就是98了 相当于你每个县城处理这个操作 是不是太快了 所以让你们看出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这么快 能懂吗 那是因为这个减一操作是太简单了 有些计算是不是有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时间很长啊 那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就会出现刚才咱们看到那个现象 你拿不到一个固定的结果啊 一个是不是会拿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像8599 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不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谁啊 是0啊 我做100个县城减去 让100去减 是不是就想拿到0这个结果 嗯 在东北 明白吗 干啥呢你 看你玩啥呢 那明白吗大家 所以 这就是说 咱们出现了一个县城安全的问题 大家同时在处理一个数据 而这个数据 是不是有可能被 在同一时刻被大家都拿走啊 对不对 好啊 刚才那个过程 有一个图 我给大家再简单的看一下 看你们应该没问题了吧 这个图 首先 县城共享数据 count等100 count 是不是咱们的全局编量那个number相当于刚才 有了这个100 首先 第一件事情是谁呢 是 大家看是这一部 拿这个100之后是有一个县城 这100个县城里面肯定有一个县城 会干嘛呀 会申请到这个JIL lock 因为我说了一个 在如果有全局解释器的锁上面 是不是有一把 有个JIL啊 这个JIL 你必须得先申请到这把锁之后 你才能 你才能出去 理解吗 现在肯定竞争下 有一个县城拿到这个JIL这个锁了 他出去了 他出去之后 拿到这个 原生县城 原生县城就是操作系统的 调操作系统 原生县城去 在CPU上去执行一条指令 去执行一条指令 这是到几了 2 3 4 在CPU上去执行 大家看这 到5的时候 执行时间到了 被要求释放JIL 他是不是又回去了 他把这个JIL释放了 接下来是谁操作 是不是又有一个 是不是有个6 又接着再走一遍 对不对 但是你整个的过程中 如果这个CPU处理 你这部分数据没有处理完 是不是又得等待下一次 在CPU再被你拿到的时候 才能去做操作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 说白了还是这个时间 到底是不是够长 OK吧 你最后这个复值Count等于99 并释放JIL 最终这个Count 如果一定是得99 值会出现 只是一种情况下 你的时间足够长 让每个人拿到的number 都是100 对不对 100个现成 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 我写的time.sleep1 是不是已经时间足够长了 他肯定说 这个时间足够让你们每个人 都去取一下这个number等于 100之后再做下一步处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行了 问题原因找到了 我们怎么解决呢 不对 还有一个事情 我问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我刚才这样写 就是我这样写之后 结果不一定 我刚sleep1 没问题 那我写个0.01 为什么一会82 85的 还不一定呢 这是85对不对 又85啊 我点什么不一样 这么快呢 大家看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明白吗 这个东西到底它 在什么时候 它有 你看啊 如果这是85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85个现成 拿到number等于100了 另外的15个现成 他们在那个时间轮上 已经把这个操作做完了 已经把这个操作做完了 是不是这意思 能明白吗 大家 就是你你之所以看到这个现象 你只能你看到这个现象之所以不为一 不固定 那只是因为这个时间 它不大不小 没有啊 为人说它不大 你要足够大 你可以让100个现成肯定都拿到的是number等于100 但是你现在0.001 你不能保证这一点 你可能100个人 对不对 前80个人拿到都是number等于100 但是后20个人拿的是多少 就操作完了 我这么说 你们能弄吧 能弄 我再给你们 再说一句啊 我怕你们不明白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在这里啊 你在这里 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这是Email的时候肯定没问题啊 因为你看着啊 你咱比如说最后一个是江青亚 第一个是杨剑 好吧 杨剑第一个拿过来的时候 他自己首先拿到100了 对不对 然后从那边赖银开始他们就走 一直拿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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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什么时候杨剑可以再继续往下执行 不知道 我跟你说不知道 什么时候CPU切换到他这来 什么时候他执行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但什么时候切回来呢 我问你 如果 如果杨剑他在这里睡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他绝对 走到江西那 江西亚那之前肯定切不到他这 对不对 因为有别的县城还没有跑呢 他这得等一秒钟 那肯定不会到他这 肯定得把所有的县城走完了之后才会到他这 对 那么明白大家 能不能明白 肯定是到江西那最后江西亚那最后才回来 那你这个时间如果是刚才是我们的0.01呢 那就不一定了 你要是0.01 杨剑这 是不是跑完了 他等着下次执行 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 对不对 并不是很长 可能还没有到江西亚那去拿到拿到这个南本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回到杨剑这了 因为杨剑他这个时间很短 杨剑就有又有资格重新去 所以大家都是抢战士的这种CPU 对不对 不是说他弄他没有机会的 大家都是抢 因为这个时间如果断了的话 他就有机会去申请 申请成功了之后 他拿到的是 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事给做了 他减完1周是不是已经是99了 是99之后 江西亚再去取Number的时候 取的是几了 江西亚第一次取Number的时候 是不是就取到是99了 他在做这个操作 是不是就做的属于一个正确操作了 因为已经相当于完成一次了 理解这个意思吗 并不是相当于谁都没完成 那具体就看你这个时间是不是足够长 OK吗大家 能明白不 那行 怎么办 问题来了 就你这部分时间太长 就你这部分有问题 你这一部分相当于是你有切换 对不对 我给他改成0.01 这个肯定有问题的 问大家 这个肯定有问题的 原因 是不是就在于 他中间发生了切换呢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 什么 我就想要 我就想要 我想要的是0啊 对不对 85 87的没有意义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大家来想 这个时候 他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0.1的时候有了切换吗 对不对 我能不能不让他切换呢 也就是说 你执行这三步的过程中 咱说好了 CPU不能切换 是不是就行了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大家 我是不是用一个 用一种形式 把你们这三步绑起来 说 你们这三步在执行的过程中 CPU 不许换 不许伦去 不许切换 这个过程是不是就结束了 每一个线程拿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拿到的都是 你上一次处理完的那个结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用什么来完成的 这就是用咱们的同步锁来做 OK吧 也就是说 大家看 首先 什么是同步锁呢 我们要创建一把锁 这把锁怎么创建 在这创建一下 比如说叫L L等于thriding 是通过thriding这个模块给我们提供的 thriding什么呀 是thriding.lock thriding.lock 你现在就拿到了一把锁L 这把锁L 上面有一个L 是吧 L ck吧 你有这把锁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大家看 你在这个过程中 给它加上一把锁 叫lock. 什么呀 Aquare A-C-Q-U-R-E 这个因为你这是个变量 OK吧大家 这是Lock.Aquare Lock.Aquare 在这里干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现在获得一把锁 我也把下面所有的内容锁死 在我锁死的内容里面 谁都不许有CPU切换 OK吗大家 只能有一个 线程被执行 就是它 它必须被执行完才行 明白吧 那接下来我应该写什么了 因为你把它被包起来 刚才是不是只是Aquare 还有一个叫Lock.Release Release R-E-A-L-E 不是怎么写 R-E-L-E-A-A-S-E 是吧 Release 这是释放的意思 这是获取的意思 获取这把锁 然后释放这把锁 在这个中间的过程 就是唯一的 只有一个CPU 在去执行这个线程 OK吗大家 信不信啊 信 信吗 看着啊 刚才是不是0.1应该得几 刚才0.1是不是得99啊 0.1也是99 你1秒的话 你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1秒的话 我告诉你啊 大家来考虑 你1秒时间太长了 这得执行 相当于100秒 他才会出来结果 因为每一次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线程 他得处理1秒 另外一个线程 才能进去 是不是又1秒 一次下去是100秒 相当于啊 来个0.01是不是就行啊 0.01已经就是 是错误的结果 是不是0了 你看你要不加这把锁 你看还是0吗 是不是不是0啊 对不对啊 再加一个0 是不是85啊 84 这时候你给他把这个锁加上 是不是OK了 是不是肯定就是0了 OK吗大家 OK 那那那那 这是咱们解决的办法 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来看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什么呀 发现一个问题 我lock的这一部分 成串行的 发现没有 你lock acquire lock release的这部分内容 已经变成串行的了 对吧 咱们多线程的意思是什么呀 你走 一起走 对不对啊 现在你 有一个东西 那只能一个个的去过了 对不对啊 就好像大家一起跑 跑着跑着 发现一个度目桥 那过度目桥的时候 是不是只能一个个的去过了 对不对啊 但是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没关系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必须得这么做 什么语言什么都没关系 只要是遇到这种问题 你必须给他改成串行的 因为数据就这么多 你必须处理完之后 才能让别人去拿 大家谁也不能 咱关于共同的数据这一部分 谁也不能说共享 共享去处理它 那这个时候咱们看 你既然是串行的话 对我还有意义没有 我的多 我的多线程还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了 为什么有意义啊 因为你 串行的只是这三行 OK吗 这只是这三行串行 其他的内容 是不是还是都是多线程吧 我问你 你现在是不是我只写了一个sab sab上面可不可以有其他内容 sab函数里面 在这个acquire之前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操作 可以 它下面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操作 可以 在上面下面这些操作 它们是不是都是一个 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并发的呀 是不是都是类似一个伪病的 对不对 不是明白吗大家 就是 OK 我在这里写一个东西 我给你 你在这里写一个print 好吧 你在这里写个print ok 我问你 他在执行到 就是你现在100个线程 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同时答应 是不是同时答应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就是一个并发的嘛 是不是并发的 但是只是你到了这一部分之内 是不是改成串行的了 大家一个个的来 OK吧 你说他你说他有问题吗 这不叫问题 这就是处理办法 我必须得把这一段改成串行的 那 所以说这个串行的一定要 你们要做自己加速的时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 Python在最上层解释器里面 加一层大的jl 就是因为你自己要加速的时候 一定得小心谨慎 OK吗 到底这个锁加在哪里合适 在哪里释放合适 都是你自己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好吧大家 那大家把这个例子练一下吧 现在